那義大利麵大家可能都會覺得 好像是長條的 我這道菜我覺得比較特別是說 它是一個寬廣麵 也就是說它是水管的這種的樣式 我想要把這個國外比較特殊的美食 把它在台灣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教大家煮一道 義大利的寬廣麵 又叫做水管麵 先燒一個水 然後把那個義大利麵 先稍微燙一下 水已經滾了 我們就可以下去了 不用煮到熟 就稍微汆燙一下就好了 因為我們待會還會把一些料炒完之後 塞在裡面再繼續煮 所以它不用到全熟 然後煮一大利麵的時候 我們就是加一點點一小撮的鹽 一兩滴的橄欖油 在燙麵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切一些蔬菜 這個蔬菜的話 我們就是一樣是切小丁 然後我們的茄子的話 我們也是一樣切小丁 切了之後呢 我們不像它會 因為茄子會氧化 所以我們就準備了 旁邊準備了鹽水 然後我們再切完之後 茄子在裡面先浸泡一下 我覺得這道菜對台灣人 可能會覺得說 這麼濃郁的起司吃起來會很膩 所以我在裡面就是 填充了一些很多的蔬菜 吃起來的話會比較清爽一點 裡面加了這個核桃 待會可以大約的 稍微的切一下 這道菜裡面有核桃 核桃裡面有那個不飽和脂 防酸 然後還有那個衛生素 那對我們的心臟水管都非常好 大家可以多多攝取 麵已經好了 我們把它撈起來 如果說你這個麵燙到太熟的話 太軟了 當時我們塞的時候不好塞 那我們就是讓它先放涼 然後我們就起一個新的鍋子 我們鍋裡面加點那個橄欖油 然後把我們剛剛切的蔬菜 我們就把它丟下去炒一下 炒個味道 鹽巴跟胡椒粉 放點那個義大利的中火香料 然後放點那個九層塔 稍微炒一下 因為我們待會還要再放回去收一收 所以就這樣就可以了 離火 我們先把這個放旁邊備用 然後我們先來準備紅醬 蔬菜稍微切一下 然後因為我們待會會用那個料理棒 會把所有的蔬菜全部都打泥狀做壽司 我覺得這個紅醬的話可以買現成的 或者是自己做的話 就是可以放自己喜歡的口味 我們一樣是起一個鍋子 然後我們也是一樣要加點油 我們把蔬菜跟那個番茄糊然後倒進去煮 稍微煮一下之後我們就用那個料理棒 把它全部打成泥 因為本身那個番茄糊還有點酸 所以我們加點糖提一下味 然後那個義大利中和香料 然後那個義大利中和香料 然後轉一下小火 我們要放一點水 紅醬呢 紅醬呢差不多 也煮得差不多了 我們那時候可以把它倒在那個容器裡面 然後把它打泥 我們只要打到說它沒有看到一顆顆的顆粒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現在就可以準備填充我們的義大利麵 準備一顆蛋黃 然後把它打散之後 我們淋在這個 這個裡面 我們稍微淋一下 因為它在 它可以幫助這些的蔬菜就是凝結 所以我們只要蛋黃就好了 我們準備一隻比較小的湯匙 我們要填充那個血管麵 我們是直的這樣下去 稍微壓一下 然後紅糖 然後我們再回來這個鍋子 把這麵條擺進去繼續煮 然後放上起司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火 但是在上面的話我們可以準備那個 這個Mozzarella的起司 你可以在爐子上加熱 也可以進烤箱加熱 然後我們現在先蓋鍋蓋 讓它的那個起司稍微融化 最後我們就可以撒上一些起司 就完成了我們今天要教大家的 義大利蔬菜水管麵